他当了三年的检察官 今天却第一次知道 在公司的最上层 竟然还藏着一处不为人知的极乐世界 随着电梯一点点上升 仿佛那些世俗都被踩在脚下 等打开门后才发现 这里美女如云 都相拥在权力之人左右 商会的会长 人民预报的负责人 以及顶尖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 但他们都不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这个男人 一个掌握众多隐晦资料的韩部长 在他的运作下 别说明星正要了 就是总统竞选都要找他帮忙 如果有人得罪了他 他就会将对方秘密公之于众 彻底将其打压到无法安身 而这智商的权力 正是男人泰秀苦苦追寻的梦想 相比于其他豪门贵子 他的人生可谓充满了逆袭 别看他现在是个检察官 但在此之前 泰秀可是个彻头彻尾的混混 每天打架都成了家常便饭 甚至最牛的时候 打得整个村里都不敢惹他 原以为实力就是靠拳头说话 可直到有一天回家 他竟看到父亲 尽苦苦哀求着一名检察官不要抓他 虽然只是一些小偷小摸 但到了检察官嘴里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被无限放大 也就是这一刻 泰秀明白权力才是真正的力量 他想考检察官 可对于本就不爱学习的人来说 这谈何容易 就连老师都讽刺道 学习成了一大阻碍 但并不是乘工路上的高山 正在滑冰的泰秀突然发现 那些懒散之人 竟能在这嘈杂环境下看着漫画书 他有些好奇 于是也学着模样看起了书 可你别说 原先上课时的疲惫 却在这里一扫而散 泰秀也找到了自己独有的学习方式 很快 他的名次从倒数第二 直接排进了班级前十 甚至在毕业时 更是考取了著名的首尔大学 看来 当一个人有了目标后 怎么都会想尽办法努力 没数几年 他成功面试过了检察官一职 好像人生就像开挂班开始绽放 但万万想不到的是 他所期待的权利 却远远没有落在自己身上 每天不是无休止的处理案件 就是解决大妈们的生活琐事 简直比普通工作还要累 而他也终于看明白了 真正有权之人 是那爬到最高位置的1% 不是他们这剩下的99% 就像历经艰辛的非生者 却成为了围剿孙悟空的十万天兵之一 原本泰秀已经任命 谁知道一个犯人的出现 让他彻底看清了这个世界 这人是个体育老师 趁着学生上课时 不仅对其进行了多次骚扰 甚至还实施了两次非法侵犯 更过分的是 他嬉皮笑脸的模样 就好像对这事情置入网闻 而他也确实有嚣张的资本 因为其父亲是博会议员 更是和韩部长属于同一党派 所以不论从实力还是关系 恐怕都拿着混蛋毫无办法 但让男人意外的是 出生牛犊的泰秀 丝毫不在乎其父亲实力 当即就把他关了起来 果然才刚到晚上 一位叫老杨的前辈就找上了他 老杨带泰秀来到了总部 这是一个普通职员都梦想的地方 相比于鸡毛蒜皮的小案 这地方可都是服务高层权贵的 就比如这些案件 不一定是哪些高官政要的黑历史 他们可以不爆料出去 但绝对不能没有 在闲聊了几句后 老杨终于是进入了正题 只听他说 其实想要上升也很简单 你只需要放弃女孩的性侵案件 我就可以把你推荐给韩部长 让你体会什么才是真正的权利 原本泰秀还有些拘谨 毕竟这么多年的学习告诉他 做人一定要正直 可当老杨拿出一卷录像带后 一切都变了 只见录像带里的人物 正是当下最红的影视女星 在观众眼里她是个白月光 但在这录像里 却成了淫乱奢靡的代表词 最终 欲望还是战胜了理性 不过在结案前 她替女孩的母亲要了一笔赔偿款 只是母亲有些痴呆 对这些天价数字并没什么感觉 反而临走时 将自己最拿手的饭团送给了泰秀 里面写着一句话 谢谢你检察官 看着眼前的范 泰秀还是艰难的吃了 也或许只有将良心咽下去 才能爬到更高的位置上 而老杨果然没有骗他 在案件解决后 他成功带泰秀来到了这个私人会所 并成功推荐给了韩部长 只是对这个新人 韩部长却并不摆帽 不过就在这时 一个可恶的家伙竟然出现了 正是侵犯女孩的禽兽老师 泰秀对他厌恶至极 比都没礼就转头而去 然而谁知道 这却引起了韩部长的不满 韩部长生气了 他怒斥着泰秀装什么清高 虽然韩部长说的路 但好像句句都是现实 这 친구 처음이라 孙心 같은 것도 있고 孙心 我们自信和证明 我们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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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信 我们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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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监制 之外 我们自信 中国 我们自信 自由 没有钱 都是 ι 太秀无法反驳 因为他知道韩部长说的都是对的 在上位者成功之前 哪个不是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呢 也就这一刻 太秀误了 他抓起男人 当即喝了的交杯酒 表示从此恩怨一笔勾销 他又让在座的高官进行见证 不仅缓解了紧张气氛 还把现场直接带入了高潮 而太秀这能屈能伸的能力 更是吸引了韩部长的兴趣 从这一晚开始 抛弃良知的太秀 也将迎来一个人生的新高度 酒会结束后 太秀和男人送走了韩部长 虽说他没再抓着案件不放 可看着这油光满面的笑容 太秀还是气不打一出来 但就在这时 竟有人替他出了口恶气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他高中时的好兄弟斗日 多年未见 斗日进成了当地黑帮的二把手 而他的老大恶狗 更是韩部长手下的黑势力 所有见不得光的事情 全都是被他们解决 现在有了斗日的帮忙 太秀也算有了另一把武器 而那个侵犯女孩的混蛋 恐怕这辈子都当不了男人了 与此同时 自从跟随韩部长以后 太秀可谓是混得风生水起 不论是高官还是政要 全部都对他客客气气的 并且惊人介绍 他还成功娶了一位要员家的女儿 人生直直奔向巅峰 不过 检察官也有害怕的时候 那就是跟错领导人 一旦大方向选择失误 那韩部长的势力 很有可能会被其他部门吞顶 再想翻身可就难上加难 所以这是个考察眼光的时刻 到了竞选前夕 韩部长将敌对的隐秘资料 送给了如日中天的金大钟 借着此消彼长的打压 很快获得了更多的民众选票 并让对方成功当上了韩部总统 虽说描述起来简单 可这选对人的感觉 丝毫不比重彩票差 你看众人放纵的样子 就能感受此刻心情 果然跟对了领导以后 韩部长更是借此机会 狠狠打压了一波敌对势力 但同样的 一些走投无路的派系 只能用更猛烈复仇予以还击 对方爆出了的总统偷税漏税的新闻 整个舆论导向也开始变得不利起来 韩部长虽然生气 不过他也算放了个大招 还记得那个淫乱的明星吗 韩部长放出录像带 瞬间压住了所有头条新闻 等热度上来以后 总统的案件也早被民众抛之脑后 这下 韩部长的位置彻底坐实 太秀也成了检察官里的大红人 靠着太秀这层关系 斗日的势力也开始壮大发展 而发展得越快 所需要的资金也就越多 于是他把上交给恶狗的钱 每次都会思扣一些出来 老大恶狗虽然不满 但却忌惮着如日中天的太秀 所以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直到这天 斗日终于说出了心里话 斗日是个有野心的人 他不甘心一直寄人理想 如果能清除老大恶狗 那他也就能坐上一把手的位置 只是 恶狗是韩部长的势力 动了恶狗就相当于动了韩部长 太秀又怎么敢呢 然而还没等计划开始 众人就被调查组给盯上了 所有人的一举一动 都被检察官历解分析得清清楚楚 但奈何没有证据 他也不敢对韩部长轻举妄动 不过身旁的太秀 确实成了他的突破口 没出多久 又到了五年一次的总统竞选 紧张的气氛 让韩部长都开始警告太秀 千万不要在此刻出了差错 这也是韩部长第一次这么紧张 因为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今年出了一位不一样的人物 那就是平民总统卢武炫 这是个所有财阀都忌惮的人 一旦让他当了总统 恐怕那些靠肮脏手段吃饭的人 都将不复存在 所以众人的期望只有一个 不是谁当了总统 而是卢武炫绝不能当总统 为此 韩部长找到了其他势力 打算一起对卢武炫进行抵制 可是明星所向 任凭他们再做任何把戏 卢武炫最终还是胜出了 坏消息果然接踵而至 经过历劫的调查 发现太秀和黑势力 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 甚至黑白勾结的词语 也出现在了头版头条 一时间 韩部长很生气 为了洗清身上的污点 韩部长可谓是做足了表面功夫 他先是把太秀调到县城工作 以此解除两人的身份关系 随后派人把斗日抓了起来 让其充当失败里的替罪羊 最重要的 他曾经给卢武炫提供过黑料 那为了洗得彻底 干脆就把证人也杀了丧 而韩部长这些决动 可真为是弃具宝帅的好手段 一时间 他再次回到了那个高高在上的韩部长 只可惜太秀才看清 之前风光满面的生活 不过都是韩部长利用的工具吧 现在在这县城里 就是想施展拳脚也没了机会 与此同时 自从斗日被抓进监狱后 他的手下过的都是东斗西藏的 为了让手下过得好一些 他告诉了太秀一个存钱地 希望他能把这些钱分给兄弟们 然而太秀心里清楚 这些都是从恶狗那里飞来的钱 也只有将这些钱物归原主 才能保住斗日的一条命 原本以为躲过了风波以后 自己就能重返回韩部长身边 谁知当他找到老杨时 老杨却说 听着这毫无感情的言论 太秀心情直接跌到了谷底 当一个人攀越过山峰 就很难再走脚下的迷路 没出多久 斗日出狱了 也从手下这里得知 太秀根本就没有把钱交给他们 他打电话质问着太秀 可太秀却完全不想解释 看着落魄的太秀 斗日心里也是五味杂陈 但还没等他多想什么 太秀竟然被韩部长给带走了 难道 权力的世界又回来了吗 不过太秀不清楚 斗日可是听到了小道消息 原来为了斩草出根 韩部长准备连太秀也一起解决 手下劝斗日不要多管闲事 可他哪里又听了 就这样 在太秀死亡的路上 斗日成功利用车祸截停了他们 并将所有仇恨都引到了自己身上 太秀被送往了医院 但斗日恐怕是再也见不到了 多日之后 太秀在一次执行任务时 无意间看到了斗日的手下 而也就是此刻 他终于听到了当晚的事情 如果不是斗日舍身救他 估计太秀早就被喂狗了 这下原本就是失落的太秀 更是疼得撕心裂肺 直接昏倒又住进了医院 但在绝望前 他想起了韩部长曾说的一句话 当出院后 太秀一改往日的落魄 只可惜丽姐也不像从前 早就被打压得没了任何失权 不过这都不重要 谁说只有检察官才有权利呢 太秀找上了岳父 通过对方人脉关系 很快认识了在野党的政治家 在一步步的铺垫中 他终于站上了议员的竞选席位 这下就连韩部长都有些怕了 他怕自己的秘密被曝光 更怕一个有如此野心的复仇狠人 为了打压他的气势 韩部长开了场记者发布会 打算爆出太秀曾经做出的非法勾当 然而他却忘了 另一边的太秀竞爆出了更大猛量 把韩部长的势头全给压了过去 这次他要竞选的 可不单单是某个地区的议员 而是最高权力的总统候选人 一时间能有什么热点 可以比竞争国家候选人还要竞爆 任凭韩部长翻滥资料库 也不可能再有压制的机会了 至于能不能竞选上不重要 重要的是 燎原之火再也挡不住 而混乱不堪的政权 也将迎来他新的舞台